这里是华海洛河那个长梭路的转角 这是华海大楼 它底下有这样一个桥咖啡 是桥驾驾的一部分 随着这个桥咖啡 根据了有一堆的脚咖啬尾 这些小灯光 把底线的脚咖啬 已经能以为这个新巴克的强调了 这个桥咖啬尾的厂黑物理想 因为它变成桥咖啬尾 所以我觉得普通物理想 应该还是叫乔家山 而非是乔家炸 普通物理想炸的字 本身就是一个镀影子 可以多炸 还可以多山 今天这些桥咖啬尾的样子 这桥咖啬尾的课 已经本是商量对网上高的意思 华海中楼1314号 老记忆新故事 1314蛮好记忆的 对 这就是乔家炸老字号 乔咖啡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还蛮大的 它有那个 可以坐一下 嗯 里面是他做点心的地方 哦 这就是那个陈丹燕 您看来的作家嘛 这是他的代表作 金枝玉叶 汤匙糕 这是他联名的设计品牌 刷上这个包包 挺有趣的 还有照相机 我看看有什么好吃 好喝的吧 看看有什么东西 他这也传统呢 菜包你要吃吗 现在不吃菜包 还要咖啡吧 喝咖啡吧 喝咖啡吧 安塞俄比亚 啊 哦 你要什么咖啡 拿铁 要美式 我今天喝太多牛奶了 喝美式吧 要美式啊 一日美式 嗯 这点点是吧 对的 那我要摩卡吧今天 美式是要热的吗 热的 那摩卡也是热的吗 对的 好的 两次点心真多啊 嗯 那就是点灭的对吧 嗯 对 那您坐等一下把您送过来啊 好的 谢谢 哦 这里面是做的 嗯 这是那门的那个点心房啊 嗯 嗯 它的烘焙房 哦 听我的话 哦 哦 它除了这个咖啡之外 还有这些 这是橱窗 哦 四个月请 啊 四个月 叫咖啡 上海 上海的风潮雪月 它那个 这是摆设 不是那个 应该摆设吧 手冲通病啊 对 它这边要慢手冲咖啡 嗯 嗯 嗯 哦 这里是手冲咖啡的座位 已经有人给它 对 我们去那个 去 坐下 这个是 你的美式 嗯 这个是我的 摩卡 嗯 你的美式是 20 我的摩卡是28 你跟48人 可以看 对 嗯 嗯 给你看它的 这个 摩卡设计 漂亮 好 哦 我给它一个 摩卡设计 可以说 嗯 嗯 嗯 这个是开了 城隍庙里 像啊 女子脚架山 因为我认为 在那女子脚架山 骂地心啊 原来 那个女子脚架山 拿到这个 武内路 富有路 帮省明路自己 她的意味着 差弃了 所以 在背到了城隍庙里 像 这个脚架山 只要是骂地心为之 好 这个主要搭山 这个 用干的 帮我这个 像样的主要过来 所以这个像样 没有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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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尺里 在帮币的 是用干的 在鲁克斯这个 像样的 雾光 用干的主要搭 一共有两个 两个 好贴的 九尔嘎山是 尝试于这个 清朝的 宣统元年 它就是1909年人王 有这个名字呢 叫这个 用摩昌汤里地 这个老人像里像 这个九尔嘎路 广义街 和九尔嘎路 才有到这个封地 1910年 从这个老人像 背到这个 随心里路 往黑路口 这个名字叫 九尔嘎山 已知 用摩昌 1940年 就背到这个像样路 像样路 用嘎路各地方 那么 这个名字叫 九尔嘎山是福 你这个九尔嘎山 是属于 这个 2001年七尾文省 这个这个 上海九尔嘎山 音乐视频 发出有一个公司 一个在两楼 朝鲜应该在两楼 一楼 一点都能强点 可以我请给这个 用干爐 好了 我要吃了两楼 是吸收过的两米网 我没想到的话 要是马上口一点 只要塞在两楼 是四十两米网 这还有一个在炒的 是三楼米精 炒的是三楼三楼米 一块 那米星二十四楼 三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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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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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楼 这个菜好吃吗? 感觉不是很离香 闭言难尽 它如果没有什么太大改善的话 这个时刻我们不会再来 对 它对面有一个卖点心的一个分布一样的地方 我们可以过去看一下 因为乔乔它本身就是这样 一个是卖一个是饭店 一个是点心 我们去到马路对面去看一下 这是一个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比如说乔家家的点心部 它是香阳路313号 就在刚才我们吃的饭店对面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点心制作记忆 中华老字号 你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给他的中华老字号 对 还蛮有 含音量蛮高的 它因为是好像到19点30 7点半左右 这么早 因为是国营当务 但休息的比较早一些 这个点心天的位置是吧 就在这里 它在香阳路上 嗯 然后前面路口就是永家的路口 那个转弯角上就是乔家家的饭店 师傅 它叫乔家家师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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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